距离公开登记投保期间最后截止日期 1月31号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为此加州全保特别发布了线上记者会 登出尚未登记投保的民众 迅速在截止日期前登记投保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 Covered California宣布登记投保民众的总数 已经达到了174万4千人 这个数字为新投保年度投保人数总数 创下了全新记录 Covered California执行总监Peter V. Lee表示 新冠疫情凸显出拥有优质健保的重要性 由于COVID-19横扫全加州确诊人数激增 现在就是确认自己拥有健康保险的最佳时机 此外 最新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以加州而言 一位必须使用呼吸器或入住家户病房 接受多重复杂COVID-19治疗之 住院患者的医疗平均费用 超过了12万7千美元 李表示 每个人都需要接种疫苗戴好口罩 并且备妥保险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 在万一需要住院时 不会被医药费拖垮 与此同时 由于美国援助计划提供的财务补助 降低保费开销 与纽森州长与州议会创立 为加州民众提供更多财务补助 而且首次将财务补助延伸到中等收入消费者的 加州补贴计划为根基 COVID-19三分之二的保护符合条件 以每月不超过10美元的保费 得到知名品牌保险公司提供的2022年保单 此外 COVID-19与华裔医医护专业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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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